马上就是班级歌唱比赛了 淡淡和垂垂却着急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垂垂 比赛的歌你练得怎么样了 完蛋了 怎么了 别说你根本没练啊 我天生五婴不全 行了吧 你也有今天 崩溃 马上就要比赛了 我这样唱肯定偷班级后腿 我教你个办法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你说你说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其实就是 你可以不出声 你让我假唱 根本看不出来的 平时我就是这么看的 你小子可以啊 确实没人发现啊 你就说厉不厉害吧 厉害厉害厉害 教教我呗 怎么演 我也不会唱啊 你就跟着节奏说歌词呗 最好啊 再加点感情 随着节奏摇摆一下 像这样 垂垂照淡淡说的 嘴巴一张一合 同时摇晃自己的身体 假装在唱歌 有点那味儿了 真的吗 可别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你就信我的吧 到了下午 大家开始集体排练 随着和淡淡 因为都没有好好练习 于是只好假唱 可没想到 老师居然开始让大家 一个一个单独演唱 这下好了 铁定暴露了 淡淡 看你做的好事 这能怪我吗 你自己要学我假唱的 哎 垂垂淡淡 你们两个啊 这就是烂鱼虫书 什么叫烂鱼虫书 古时候有个奇异宣王 他喜欢听人摧奏鱼 这种乐器 而且特别喜欢听很多人一起摧鱼 所以他到处搜罗 三场摧鱼的人 好吃好喝的养着这些人 有个叫南郭的 知道奇异宣王有这个爱好 就去奇异宣王那里 说自己很擅长摧鱼 奇异宣王很高兴 嗯 这个南郭倒是找对了路子 嘿 你想错了 南郭先生其实不会摧鱼 他只是昏在这些人里面 装模作样的摧鱼 反正那么多人一起摧 奇异宣王也没有听出来 嗯 我怀疑你在内涵我们 嘿嘿 后来奇异宣王死了 他的儿子当上了皇帝 他也爱听吹鱼 只是一点不同 他不喜欢合奏 而喜欢约翅一个个单独吹给他听 啊 就不就露了线了 哎 可不是嘛 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 吓得浑身猫汗 心想 这回要是露出马脚 丢饭了还是小事 要是露个奇菌犯伤的罪名 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了 不如一走了之 所以啊 趁着还没叫他演奏 南郭先生就赶紧溜走了 嗯 所以这告诉我们 应该趁着还没有单独练习 早早溜之大吉 哎 你别胡说了 我算是误了 弄虚作假 迟早有一天会被拆穿的 嗯 翠翠说的没错 有真才思绪 才经得起考验 单单翠翠 仓不好不要紧 多多练习 早准赢掉 你们俩一定可以的 用不着假仓 嗯 明白了 一定努力 温馨提示 南郭先生烂鱼冲树的方式 或许可以换来一时的安稳 但随着吹奏方式的改变 马上就暴露了自己根本不会吹鱼的事实 人还是要有真才实学 光靠弄虚作假 是走不长远的 我是你的随身小百科锤锤 我们下次再见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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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